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亚太联播节目 我是石山 北京第二外语学院的学生赵华旭 因在境外社交网站发布传播重回天安门行动的实施方案 于六四纪念日前夕被刑事拘留 北京警方直到本周一才发出通报 重回天安门活动发起者胡佳 目前正在寻找赵华旭的家人 并准备为他聘请律师 下面请看本台特约记者乔龙的详细报道 六四周年前夕 重回天安门发起者胡佳 星期一在网上呼吁称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生赵华旭网民赵你 因参与重回天安门行动 被北京警方刑事拘留 他希望各方联手寻找赵华旭的家人 并为他请律师 胡佳星期二接受本台采访时说 作为重返天安门行动的发起者 佩服这位大学生的勇气 也有义务为其聘请律师 我首先是在调查他的家庭 因为现在必须得联络上他的家人 才有可能为他找律师 为什么说一定要为他请 因为实际上他是有个代表性的一个人物 因为他本身是90后现在 对于那个年代的历史 基本上从教科书上是完全抹掉的 接下来关注一下其他的新闻 6月9号 福建省长乐市银钱镇冻头村 数百位村民围堵市政府 抗议政府拖欠征地补偿款 要求释放前一天被抓的维权村民 遭到数百警察的镇压 多人被殴打抓捕 据中国茉莉花革命网消息 村民透露 几年前政府需要征地兴建体育场 与村民协商成功之后 大量果林和鱼塘被填为平地 目前体育场正在兴建当中 但赔偿金一拖再拖 已被贪官死吞 村民多次向政府反映无果 才组织到市政府要个说法 武汉维权律师张科科 为了抗议武汉绿协 暂缓对他的律师职业资格进行考核 而在6月10日在律协门口进行绝食 他接受本台粤语部采访的时候表示 律协以他代理法轮功案件为由 对他进行打压 他相信该项决定背后是由司法局主导 他批评当局强奸法律 及借律师考核制度打压律师维权 近日申请到拉萨朝圣的青海等 安多藏区藏人被当局拒发禁藏许可证 藏民的居民身份证也不被认同 另外印度新德里的流亡藏人 抗议中国外长王毅到访印度 呼吁中方透过对话解决西藏问题 同时敦促莫迪提及西藏问题 但活动遭到印度警方制止 中国国务院6月10日公布首份 一国两制白皮书 说港人治港是有界限和标准的 在香港引起极大反响 特首梁振英说 这与近期香港要举行的 6月22日的全民公投 以及7月1日的游行没有关系 据《香港明报》报道 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认为 国务院发表这个白皮书 反映中央担忧香港现实的状况 可能走向与中央对抗 而且单靠港府的能力和政治资源 无法驾驭香港的局面 刘兆佳估计中央对港政策 只会越来越强硬 以上就是今天的亚太联播节目 我是石山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